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你不安的 害怕的 恐惧的 然后一直把他丢在旁边 不理会他的 是不是现在要正式起来 你懂吗 所以如果接下来再几个礼拜就顺着水逆的方向前进 勇敢的往前进吧 水逆会带出你潜意志里面最没有安全感的那个点 不管那个安全 那个点是什么 他可能是爱情 可能是金钱 可能是家庭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爱人的关系 然后不管是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都会浮到台面上来 让你好好的审视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是不是有突破的地方 是不是有新的尝试的地方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会是你们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好好练习的 然后可以突破的 然后可以突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